HELLO 大家好 我是真心 今天我們再度回到 POPPY PLAY TIGHT 系列 在前幾天 阿星完成了第三章的實況 在這之後 我一直在想著 第三章是不是沒做完 畢竟結局走到 我們坐墊滴下去後 居然入口被關起來了 而上方也傳出了怪獸互搖的聲音 而POPPY叫喊著要去救KISSY 所以嚴格說起來第三章的劇情 我覺得 應該是還沒有結束才對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其實我內心真的蠻希望 MOB他們會出第三章的DLC 補充一些劇情之類的 但目前的狀況來看 我想應該是不太可能 他們應該會直接出第四章 所以這幾天 我在研究這款遊戲的同時 也嘗試去找了第四章的情報 看看官方有沒有洩漏出什麼 雖然寫人意見的是 不太可能會有 但我找到許多粉絲的第四章預告作品 所以今天這集 我想跟你們起來看看 這些我發現的有趣的預告 並且推敲一下 這些粉絲他們的想法 接下來我們就一個個看過吧 首先我們來看第一個 看起來地上有很多的 微笑小夥伴們 哇狗狗欸 嘴巴怎麼是黃色的 他們為什麼躺在這裡 喔有更多的小夥伴們 有一盞燈罩著他們 咳嘴貓 喔咳嘴貓被抓走了 欸等等 這隻手 是全線敵人吧 再看之下還以為是 惡夢赫吉的手 但手指頭的數量不太對 這個敵人有五隻手指頭 然後我還注意到了一點 在桌子的後方 看起來應該是大量的 音速氣體 所以這代表著這個全線的敵人 有可能使用了 瞌睡貓的能力嗎 哇其實我覺得這想法真的蠻酷的欸 再來我們看第二個 喔第三章的三個敵人 都躺在地上 喔有雙眼睛欸 這到底是 全線敵人 沒現身 看不清楚啊 不過也是挺有創意的 很像第三章的預告片 不過這部預告片的場景做的挺酷的 再來我們看第三個 玩具火車 這不是第一章出現過 被吊起來的玩具們嗎 欸等等 這個被弄的像素畫面 難道是全新的玩具 而且數量很多欸 文字寫的 This is not over 再來沒有結束 被抓絕背包 被傳送出來 是新的手嗎 哇 Daddy Donix 出場了 酷欸 Curkey 這Puppy怎麼了 他睡得很輕鬆的樣子 喔 Kissimissi覺醒了 他眼睛還變成了機械 哇這想法也是超有創意的 現在第三章探索時 我們有看到Daddy Long Legs 的看板 但聲音聽起來像是壞掉 那時候我就在想 這一章會不會出現Daddy Long Legs 結果完全沒出現 所以會不會是在第四章中出現呢 此外Kissimissi有可能 後來被Portotype 帶走 所以被改造 變成我們全新敵人 這也是有可能的 Kissimissi 而抓取背包又被改造了 這也是有可能的喔 畢竟我們用來借電的手壞掉了嘛 OK 那我們一起看下一個吧 Prototype 1006 第四章 喔 一開始就看到Kissimissi被Prototype 拖走 被丟到豆腐面去了 豆腐面都是霧 這有可能喔 畢竟第三章的最後Kissimissi那邊 發生一些事故 實際的情況我們還不曉得 我們全都給這兒 這家公司在這兒 這家公司在這兒 並沒有任何東西 欸?怎麼又出現防毒面具 這就是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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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防毒面具搶走 這樣之後防毒面具就不見了 那想必是藏在 瞌睡貓身上 或是他把他丟到別的地方去 那瞌睡貓被Prototype 帶走 那有沒有可能 這個防毒面具 就這樣輾轉 落到了Prototype 手上 是誰躲在防毒面具後面 Prototype 106 沒那麼簡單 喔!瞌睡貓 祈禱模式 然後Prototype 站起來了 這次他全身都穿著防護裝 還戴著防毒面具 這也太扯了吧 所以他已經完全變冷了是不是 OK 我覺得這個預告還挺酷的喔 接下來我們看下一個 欸?瞌睡貓? 復活了 他在禱告 欸? 怎麼還有瞌睡貓? 怎麼又有瞌睡貓? 現在怎樣? 瞌睡貓複製大軍喔 欸但是真的有可能欸 因為我們在看歡樂時間的錄影帶時 發現了一件事情 那個芊怡女士原來不是只有一隻喔 我們最後面對那隻是 他把他的其他老師吃掉之後 最後剩下的最強的那一隻 所以這個預告片做的這樣想 也是挺合理的喔 我們看到那個葉子上面還站著小型的瞌睡貓欸 好可愛喔 哇 所以第一次張是瞌睡貓大軍 意思是這樣嗎? 我們要面對超級多瞌睡貓 如果這樣的話也太麻煩了吧 每次都會吐紅色氣體 欸不對啊 紅色氣體的製造工廠已經被我們毀掉了 那應該是不會 可能會有別的玩法吧 如果真的只出瞌睡貓的話 你們會想玩嗎? 接著我們再看下一個 哇這不是第三張畫面嗎? 芊怡女士衝出來 她被夾爆了 小孩斷掉 然後呢 她爬起來了欸 手力乖乖的 所以表示她其實沒死透 她經過了一個區域 有著滿滿的芊怡女士 這些就是她的同事吧 老師們 所以她的意思是 所以第四張將會面對 滿滿的老四大軍 哇那有點可怕啊 雖然說這個是最強的 但其他人呢 搞不好也不弱喔 畢竟我在歡樂時間的錄影袋裡面 有看到 他們衝上去圍毆一個人啊 那真是蠻可怕的 俗話說得好 人多就是厲害 他們人數眾多 玩家會直接被淹死啊 接下來我們再看下一個 噢 瞌睡貓 燒起來 這是第三張BOSS戰的結局 Prototype伸出了她的手 瞌睡貓 下跪 坦然接受她 然後還被解決掉 噴血 然後被帶走了 這完全都是第三張的畫面嘛 然後呢 欸 瞌睡貓怎麼又站起來 她眼睛發光 她被改造成機械是不是 她嘴巴裡面好像有東西欸 那個難道是 Prototype的手嗎 喔 仔細一看 應該只是有光影剛好照到她嘴巴裡面 不過她將眼睛發光是什麼意思 是變成機械貓了嗎 看到了Prototype 的手 旁邊還有一些設備 所以代表著她覺得 第四張是 瞌睡貓 加Prototype 跟我們最終決戰是嗎 OK 以上就是 阿欣找到幾個 粉絲製作的 POPPY PLAYTIE 第四張預告片 真的覺得這些作者都蠻有創意的喔 挺有自己的想法 但到底第四張 會面對怎樣的BOSS 我想這也就官方能夠知道了吧 OK 那我們這一集POPPY PLAYTIE 影片 就先到這裡結束啦 感謝你們的收看 喜歡影片的朋友 請別忘記幫我留下個彩色大拇指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的影片 而還沒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也不妨考慮按下個訂閱 最後在這裡祝大家新年快樂 希望新的一年 大家都能心想事成 好運年年 我是專心 我們下部影片會 掰掰 訂閱 按下部影片會 com 可讓人 concret時 訂閱 內建督 按下部影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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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ze